利落拆解冷气 拥有20年资历的空调师傅 替客户倒斧清洁 将清洁剂完整喷洒 再拿高压水枪仔细去污 这样的冷气清洗服务 最近业务量暴增 以往的话洗冷气比较少 那从去年开始 因为疫情刚开始爆发 洗冷气的人会比较多 如果说以百分比来说的话 将近超过40% 冷气清洁维修的业界行情 每次2500到5000元不等 师傅表示 如果拼一些 月薪十几万不是问题 但这份工作 却不是人人都做得来 做这个工作真的比较累 尤其是夏天 夏天外面天气已经很热 有时候像我自己的话 你出门 我都已经两三套衣服在车上 对啊会累啊东西又重 像我我不是本科毕业 我大学读机械工程 结果我是做这个 差了十万八千里 考证照就是他有分学科素科 学科其实大家看一看 大概都知道是哪个范围 最难的就是素科 因为你要死机下去 扛着十几公斤的冷气上下楼梯 在炙热的艳阳下 分波工作 如果不是本科系学生 还得从学徒做起 慢慢累积 冷气师傅培养不易 却是现代职场 不可或缺的当红榨子机 台湾的夏天实在有够炎热 尤其现在三级警戒 大家通通关在家里 不能出门 冷气空调常常是 全速狂飙一整天 维修服务的需求量大增 也让相关从业人员 变得炙手可热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目前冷冻空调技术人员 值缺数 与二月的淡季相比 成长幅度近30% 若考取专业证照 不仅工作稳定 薪资表现也颇为亮眼 其实除了是一般家户 对于空调维修的需求之外 包含了冰箱 冷气 百货商场的空调 医院的隔离病房 或者是智能化的厂房 甚至是科技厂的无城市 都需要相关的人才进驻 也因为三级警戒的关系 带动了大量的低温物流的需求 而产业中对于冷冻空调的人 也是非常依赖的 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专业人才功不应求 虽然是偏重实物取向的行业 但不少科技大学 也陆续加开细所与产学专班 冷气空调技术人员 算是相当专精的技术型劳工 而一般除了采用学徒制 学习相关技能 其实还有学院派的人才养成 但由于第一线的工作内容 常常非常的辛苦 因此这个行业 也面临缺工的窘境 除了时不时扛重物 在高温下工作 有时还得吊挂在大楼外作业 具有一定的风险 虽然薪水不错 但却让年轻人却步 我们比较缺少的是在 这个安装 空调技的安装 念高工的人数确实比以前少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就是 目前这个行业是比较辛苦 如果这样还要配合这个职讯局 职讯局必须把这个职讯的能量再扩大 再扩大 这样子人才会一直进入这个行业 台湾长期末世纪职教育 特定领域人才出现断层 但其实学习不仅限于课本知识 拥有一技之长 愿意吃苦耐劳 薪资行情也能一路看涨 TVBS新闻立委华顾湘君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